千万不要更新海岛2.0 为什么呢 看完本期视频你就知道了 你的疑问我来答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龙 相信大家都知道 海岛2.0在昨天早上的8点钟就已经更新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更新 为什么推荐大家不更新呢 我们来看一下更新公告 在第二行中详细的写到 本次更新非强制更新 请留意新老板们之间的好友无法互相邀请 所以 海岛2.0上线后的新鲜感 驱使着大部分玩家都已经更新了 只有少部分的玩家还没有更新 如果这个时候开局排位的话 匹配需要很长的时间 匹配进入游戏之后 大部分都是人机 只有少部分的真人玩家 就比如我现在玩的这一局 虽然是皇冠局 但是人机却很多 从刚落地到现在 我已经在外城拿下了四个人机的人头 一个真人的人头 只要你打人打得多 就算死了 他也会加分的 所以大家要像我一样 趁这个美好的时机冲上王牌 今天的你学飞了吗 不说了 我要去熬夜充分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